欢迎回到世界一周 新加坡四季如下 但是这里的食物却是有时令之分 例如我们有北方国家在冬天最爱吃的火锅 还有在夏天出现的冰品 我们有本地最地道的红豆冰 还有来自台湾的水果冰 现在呢 意大利人也把最令人想念的意大利雪糕搬到了诗城 以后啊 再也不需要大老远的跑到意大利 就能享用到纯正绵密又浓厚的意大利雪糕了 在炎热的下午看到店外这么大的冰淇淋 仿佛已经感受到丝丝凉意 踏进店里面对众多口味 哪一个比较合意呢 没关系 你可以一一试吃直到满意为止 在新加坡这个四季如下的国家 冰凉的冰淇淋对很多人来说是避暑的最佳选择 不过冰淇淋通常只是饭后的配角可有可无 但在意大利雪糕可是属于主餐 它们通常会搭配面包一起享用 因此意大利人对雪糕的质量非常注重 所制作出来的意大利雪糕独一无二 而这样的雪糕和一般的冰淇淋有什么不一样呢 大利吉士両头用い是不是 那么大利吉士丝尹滋壩 市面首之筒大利 Jason 你明白了吗 不如我们直接来看看 意大利雪糕的制作过程 你可能会更深入地了解 其实制作意大利雪糕的过程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复杂 但细节很重要 首先必须提前准备好 这个意式雪糕的白色底料 这个底料是由鲜奶 奶油 和不同的糖混合而成 然后再放入特别的仪器 加热到摄氏85度后 再降低温度到4度 这个过程能够杀灭底料中微生物 称为巴氏杀菌法 处理好的底料一般可以保存3天 只要将底料加上不同的材料 就能制作出不同口味的意大利雪糕 今天师傅要做的是 开心果口味的意式冰淇淋 再看低温度地 然后再加入我的香菱 所以我再互相当于鲜奶油 因为我加上鲜奶油 鲜奶油 鲜奶油是脂肋 鲜奶油 再加上鲜奶油 然后再加上鲜奶油 和不同的酱料 原因是每一种糖都拥有不同的抗凝固点和甜度 经过完善的成分搭配后 才能呈现出完美的口感 过了三分钟后 搅拌的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要将液状的混合物转化为固体 也就是将它变成雪糕 刚刚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 师傅在制作意大利雪糕的时候 是非常注重每一个配料的成分的 成分越精准 雪糕的口感就越顺滑绵密 当全部配料都混合好了之后 师傅直接把混合物拿出去 摆放在店里的展示柜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究竟 师傅把义式雪糕混合物倒入特制的雪糕制作机器里 盖上盖子就可以开始凝固雪糕了 过程中机器会降温到冰点 里面的铁棒也会不断地旋转搅拌雪糕 控制屏幕上可观察到机器里的温度和雪糕形体的变化 以及所剩余的时间等 几分钟后你可以看到原本液体状的雪糕 已经逐渐转化为固体 不同口味的雪糕需要不同的温度和时间来制作 师傅必须要很精准地把握好 过了约七分钟后 美味的开心果液式雪糕就完成了 可是师傅怎么不把雪糕取出来摆放在展示台呢 原来为了让顾客享用到口感和品质优异的义式雪糕 他们会把制作好的雪糕继续放在机器里 这样本地热辣的气候就不会直接冲击到美味的雪糕 顾客可以享受到最新鲜的味道 那这现做现卖的意大利雪糕味道怎么样呢 如果想要体验一些特别口味的 可以尝试雪糕鸡尾酒 酸中带甜 味道独特 看这位顾客享受的表情就知道了 本地的意大利雪糕店呢有近100家 仍然有业者不嫌拥挤 看中新加坡人对雪糕的喜爱 千里迢迢将这个令意大利人骄傲的美食 从欧洲带到了新加坡 并且掀起了一股风潮 这家意大利雪糕今年3月才开始营业 在短短几个月里 口感特殊的意式冰淇淋 赢得了不少顾客的欢心 午餐时间店里几乎排满了人 但为何两名意大利人会选择新加坡 为意大利雪糕创业的第一站呢 因为新加坡是唯一的地方 当你发展了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F&B hub 在南部的南部的南部 南部的南部 我认为新加坡人在新加坡 让我来说 比较不坚强 比较在其他国家的 在设计的设计 在设计的数据和售 在新加坡人看起来 他们已经在设计的设计 到这些设计 我们也会得到客户的设计 也很技巧 雅各布也表示 除了做生意赚钱外 他们更希望能卖向更大的市场 将传统意大利雪糕的名声打响 让全球各地的人都能够吃到 并且了解意大利冰淇淋 然而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 他们必须要确保顾客群 对一式冰淇淋有正确的了解 比如该如何品尝 制作 区分和享受一式冰淇淋 我们这就来教你几个基本冰淇淋的知识 好的 意大利冰淇淋不该有太多的糖分 如果吃完后感到口渴或舌头滑滑的 就代表冰淇淋的糖分和乳化剂太多 另外 意大利冰淇淋不该参有碎冰 如果有碎冰 就代表制作过程或存放过程出现了错误 最后品尝意大利冰淇淋时 不应该大口大口地咀嚼 而是让它在口里自己融化 那才是顶级品质的 别看冰淇淋只是饭后的甜点 它的学问可多了呢 在意大利就拥有一大利冰淇淋专属的博物馆 展出了意大利雪糕制作的历史 如果单单觉得了解历史还不够 还能到意大利雪糕大学上课 在这里你可以在一两个月内学会 如何制作美味可口的意大利冰淇淋 也能够成为合格的意大利冰淇淋师傅 开启自己的意大利冰淇淋创业道路